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少病人都因为器官衰竭 而需要接受器官的移植手术 器官移植看似神秘 其实有关技术已经成熟 成功率很高 究竟等待器官移植时间有多长 配 Consulting 过程又如何? 捐赠器官对捐赠者和接受者又有什么影响 是今天的健康预理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遇到器官衰竭 部分病人会选择不同治疗方式以延长生命 以糖尿病或者高血糖导致的神衰竭为例 病人可以即时选择每个星期前往诊所 接受清洗血液治疗 但当中仍然有大约两成的患者死亡 而器官移植就是更优性的方法 而可观移植的器官就包括心、肺、肾和胰壮等 在其中一般的股脂肪 如果有股脂肪失去 你会逃避或死由股脂肪失去 再次我会重点在肌脂肪扫养的部分 肌脂肪扫养整体是非常成功的 我认为一年生命率是 可能是97-98%的一年生命率 但是本国器官移植等待时间可以长达6至7年 当中有些病人会在等待期间离世 而不少人都有疑问 究竟怎样的器官适合接受者 而捐赠者和接受者是否必须有亲属关系呢? 即使病人后来发现 捐赠者血型和自己血型不同 仍然有办法补救 因为本国的器官更换系统 可以寻找适合器官 但是有些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 免疫力会出现下降 在 order for an organ transplant to function properly inside your body you need to take anti-rejection medications that lower the immune system and because we're lowering your immune system your ability to fight off other infections coming into your body will be lowered right? so let's say if you get a cold you might get better in two to three days but a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 if they get a cold they might be sick for five, seven, ten days 而对于有糖尿病导致神衰竭的病人 在器官移植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同时有心脏病或中风的发生 而对于器官捐赠者而言 捐赠不同器官会有不同影响 因为99%的人生有两个肌肉 因此你能够给予一个肌肉 但当你够给予一个肌肉 你会失去肌肉功能 你会失去30%的肌肉功能 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器官移植或捐赠的信息 可以前往BAC器官移植协会的网页查项 有兴趣进行器官捐赠的人士可以在网上登记 以便日后有机会帮助到有需要的病人 今天的健康语理就说到这里